好 两位要办理入住吧 老板 有乡林的两个房间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姑娘 我们今天只剩下一间房了 一间 是标间吗 民宿就没有标间了 但里边都是一张大床 要不换一下 离这里大概八百米的地方 还有一间民宿 算了吧 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我们又没伞 在这儿搓过一晚上呢 你为什么会对我 我不会 小姑娘 身份证管理入住啊 来 来这边拍的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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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果然还是觊觎我的 你这个危险的我 那我们还是看电视吧 那我们还是看电视吧 屋里有点热 我去透透气啊 别 猪吗 全身都湿了 你先去洗澡吧 不 我不洗澡 有危险 又不讲危险 好 你去洗澡吧 你去洗澡吧 正好 只剩下最后一床被子的胎给我 你看我又要了一床被子 我跟你说过吧 我没有胡思乱想 我可没有想对你怎么样 你晚点 大家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很有自知力 夜里的时候 谁也别越见 谁越见谁是小狗 这就是三八分店线 以他为主 关灯睡觉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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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见了 说好的谁约见谁就是小狗 冷静啊 亲 你要当小狗吗 你 你 我不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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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们俩怎么了这是 行李被人痛了都没发现 让你在高铁的椅子上座椅晚上 我相信你也比我们好不到哪里去 你俩当好 还开心心地在酒店睡了一夜 我俩都要困死了 就是 亏我昨天还那么担心 你一直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接 我手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关机了 反正是没电了吧 不可能 我开机的时候看 还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电了 手机回关卡照 反正这事就是挺奇怪的 你的黑眼圈好重啊 你走啊 走啊 你跟我说啊 原浅 原浅 你怎么也在高铁站 小心被误使 你刚比赛完回来 恭喜你啊 你知道我得冠军了 当然啊 新闻上都说了 那你看新闻上怎么说了吗 原浅有很多杯子 不需要你的奖杯 宋思义 教练 你放心 我是来接别人的 我只对单身的女孩子感兴趣 那我先走了 宋思义 我的青梅竹马 小时候总是被我欺负 长大后 成为了一名知名运动员 拿了不少冠军 正在为了新的梦想打拼 我请你带着 我给你打开